山变像耶稣和三个门徒在山上回来了 看了些什么呢 经文告诉我 远远看到剩下的那九个门徒 就被群众包围着 这样形容的 耶稣到了门徒那里 看见很多人围着他们 又有民事跟他们辩论 终于一见耶稣都甚稀奇 就跑上去问他案 耶稣问他们说 你们和他们辩论是什么意思呢 在我们刚才 他先带我们读的经文里面 我们都知道 其实就是有人请门徒 为他儿子去赶轨 不过不成功 当然啦 那些人就因为不成功的缘故 就指责门徒 就是说他们没力 招事他们功夫不够 这些很正常的 那作为门徒 他们自己作出自别 不是啊 不是我没有了 是你没有信心的 这么说出来 所以 中文翻译就很好 很有风度就说他辩论 其实他应该是吵架的 是不是啊 吵架应该是更加贴切 更加合那个民意 大家吵架 那吵什么呢 那 当我们这样吵的时候 好了 耶稣就出来 一见耶稣就甚稀奇 跑上去问他案 我相信呢 跑去问他的人 不是所有的会众 是什么人呢 我相信 第一个跑去的人 就是主控双方 门徒会跑去问耶稣 干什么呀 他真是赶不到鬼嘛 是不是啊 现在正是被人 跟他人骂架嘛 某个程度处理下风 现在就要帮耶稣来 帮他们解 解了那个困才行的嘛 那当然 对那个父亲来说 这个虎主来说 他又觉得 这群门徒真是 很抵赖啊 是不是 那还很賴猫啊 在这里 不碰 又撑撑成店 好 向你的师傅投诉 所以又找到 投诉的对象 那 耶稣就问个问题了 你們跟他罵架罵什麼呢 你們罵什麼呢 這個問題本身不是說耶穌真的不知道他們問什麼 如果耶穌也不知道耶穌哪是神 不過耶穌特地問這個問題的原因 我覺得是有很重要的意思 就是想將人原來放在門徒身上的眼光 轉移到耶穌身上 但他知道人人都是罪人 世上沒有人一個都沒有 其實這個問題耶穌問題 彷彿要術眾人回到上個星期 我們講到在登山變像的過程 那個異像主要的目的 是要人在任何環境裡面都能夠 不要忘記就是不見一人只見耶穌 對不對 現在耶穌的問題不是要處理那裡 不是處理那裡 現在你的問題是哪裡來呢 因為眾人都沒有看見耶穌 門徒沒有看見耶穌 以為自己厲害 苦主看不到耶穌 仍然覺得自己有本事 耶穌說好 你罵什麼都好 你罵什麼交都好 回到我的面前 所以當耶穌發出說 你們和他們辯論 什麼呀 問了這個問題之後 過了以苦主的父親 父親就急不及待回應耶穌 怎麼回應他 好了 第一個問題 為什麼這個父親會來找門徒趕跪呢 有耶穌不找 為什麼找門徒呢 如果大家回到某個範圍的記者就知道 記得在第六章的時候 門徒曾經被耶穌猜遣 兩個人出去傳導的 傳導的過程怎麼樣 回來很興奮的 你看看我們連鬼都被我們趕走了 是不是 他曾經成功過的 不是失敗過的 沒有一直失敗過的 一直成功的 好了 這個父親知不知道這個消息 知啊 知啊 是不是 見到 咦 不錯啊 門徒趕到鬼啊 所以行了 他是怎樣的了 請他過來 請門徒來趕跪跪跪 喏 在這個過程裏面 其實這個父親很坦誠地告訴我們這件事 他來找門徒 就是求什麼呢 求趕跪跪 他按照他兒子的病況 其實情況很惡劣的 如果他看的時候 就知道 一會兒下面還會說 他什麼時候開始有病的 至少有病的 是不是 而且在現在 就算現在這個形容裏面 把他摔倒他 就口中套抹 咬牙齒齒 身體呼骨 就算這個情況來講 其實是很惡劣的情況來的 但是似乎他這個父親 是沒有一些意圖 是找耶穌的 不過問題就是 當門徒失敗了之後 他又怎樣 又向耶穌作投訴 所以與其說 這個的爸爸向耶穌去指責門徒 嘲笑門徒 不如我們說 其實 是因為他的獨生仔 得不到醫治 而發出來的悲哀 和失望的嘆息 要讓他看到一件事 很重要的就是 這個父親原來 將他信心對象 放錯位 在他形容的過程裏面 他始終是嘗試著用自己 認為對的方法去處理 同樣今天很多人 上教會 都是因為很多人的原因 很多人的元素 雖然認識了基督的信仰 但不斷用自己的方式去解決問題 其實 回到耶穌這個問題 你辯論些什麼呢 仍然是想人將眼光 放在不見一人 自見耶穌的身上 所以當這位父親 將實放講完之後 耶穌有一個感嘆 我們一起來讀耶穌的感嘆 1、2、3 唉 不信的世代 我在你們當中 要到什麼時候呢 我忍耐你們要到什麼時候呢 把他帶到我借裡來 他們就帶他來 看一見耶穌 毀便叫他重重的受風 倒在地上 回來覆去 口中吐沒 當耶穌 唉 不信的世代 這個感嘆 感嘆什麼 不信的世代指什麼 我相信 耶穌發出一個嘆息的時候 不是單單指著這個不信的父親 因為 這個找門徒趕鬼的行為 是告訴他 他根本對追尋信義沒有興趣的 他明顯 只是在一個不信的世代當中 你很明顯 不說 都已經變了出來 所以 當我們去喘息這一句話的時候 不要忘記當場還有什麼 還有十二個門徒 所以這十耶穌所說的不信的世代 其實不是單單指父親 還指什麼 當場那十二個門徒 他跟隨了耶穌很久 他看過耶穌 他現在看到 他不能夠將鬼趕出 不單止趕不出去 他還將失敗 要跟別人去吵架 去辯駁 去找下台街 不肯承認在屬聯裡面的缺乏 這種身為信徒 的表現 是不是跟不信的沒有什麼分別 面對這樣的環境 耶穌 怎麼能夠不發出一個很內心的慨嘆 所以耶穌有兩個很大的問題 發出兩個很大的吶喊性的問題 我在你們這裏 要到什麼時候呢 我忍耐你們要到什麼時候呢 我相信這兩個問題 其實真的不是單單指那個父親 這幫門徒跟耶穌跟了多久 年多了 看到多少東西 很多啊 信心在哪裏 不夠啊 所以耶穌面對這個世代 其實很多的感嘆 不過 我們見到耶穌是怎麼樣呢 仍然有很大的慈愛的心 把祂帶到我自己來吧 耶穌仍然在這個不信的世代裏面 表達祂那最足夠的 最足夠的愛心 不過當這個父親 把這個兒子帶到耶穌面前的時候 那隻在那個兒子裏面的鬼 怎樣 作出垂死的掙扎 是不是 使用了很多的字眼去形容他 重重的秋風 倒在地上 回來覆去 口中吐沒 為什麼呢 鬼要在當時再一次作出混亂 作出恐怖 他們不甘心 不過 在這個情況下 鬼也都告訴我們 其實 從另一個角度看 他肯顯出 他不能夠不服在上帝權力的手下 他知道要走的了 所以他要製造很多的混亂 製造很多的恐怖 是心不甘 情不怨底下 要去承認耶穌的地位和權定 我希望大家眼光留意多些少 由現在開始 由這一節經文開始 跟著下去 耶穌有和這個父親有一個很長的對談 在一個對談裏面 那隻鬼有沒有停止過任何的干擾 這個秋風有沒有停過 在地上翻來覆有沒有停過 口中的鬥末有沒有停過 流心這個情境 為什麼呢 因為當這個鬼在這樣折磨那個小朋友的時候 耶穌和父親有對話 你想想這個場景 當我是耶穌你是父親 當是周圍環境 有隻鬼在搞亂診 他只有病多久 耶穌第一個問的問題 只有病多久 耶穌查過病歷了 這個爸爸就說什麼 這個鬼從小就折磨我兒子 很殘忍的父親有沒有發覺 從小開始 從小到現在有多久 但是從來沒有意圖來找耶穌 是不是 去到第九章 我記載裡面 我很相信耶穌已經傳了多久的時間 這九張聖經裡面 起碼是年幾的時間 耶穌的明星怎麼樣 傳遍天下 多次講過 這個父親知不知道有耶穌 如果他不知道 多餘沒有理由 是不是 但是為什麼 這麼出名的耶穌 他偏偏找他的門徒 為什麼 因為他只求神跡 他搞定這件事就可以了 我不管誰 總之搞定便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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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說找他 不止醫病 還會怎麼樣 一定給他教訓 是不是 門徒呢 不會教訓人 門徒是什麼 搞定這件事便宜便宜便宜 因為我開始講過 這個父親根本沒有一個追求真理的心 所以到了這個地步 雖然他面對耶穌 但是他對耶穌仍有很多不肯定的因素 所以跟著他說 你若能作什麼 他都不肯定耶穌做什麼 你如果可以 求你憐憫當作我們 在這個說話裏面 我們很明顯看到 他沒有否認到耶穌的能力 沒有否認到耶穌的愛心 但是他對耶穌的能力是有 不夠十足的 我上個星期有講過 信仰的路途有三條 第一 迷信的路 不要走 第二條 不要走的路是什麼 迷不信的路 我偏偏不信 我就是偏偏不信 有多少證據有多少說法 我是不信我就是不信 迷不信 信仰應該走什麼路 信而不迷的路 不迷糊的 很清楚去信 但是到現在 這個父親仍然處在什麼情況 迷不信的情況下 好了 當這個人迷不信的時候 耶穌怎麼回應他呢 可以說耶穌是用以子之矛 攻之之盾 你如果能夠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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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挑戰耶穌的能力 所以耶穌的回應是什麼 你如果能信 是不是挑戰的 以子之矛 攻之之盾 你如果能做 我是能的 我不會因為你的否認 耶穌的能力就沒有了 但是要不要耶穌的能力實施在身上 你若能信 所以耶穌沒有一個 耶穌不要我們做出一個不負責的信 耶穌告訴我們 你不要示暗上帝 現在這個父親要做的 是全然地把他的兒子交在耶穌的身上 要完全地相信 完全地接受 要和耶穌基督一起有 心裡的契合 他才能看到他的神跡 當耶穌向這個父親 發了一個挑戰的時候 這個父親立刻到他回應 是一個很情緒的回應 這個情緒是回應什麼呢 立時哭著雪 這裡在華學本就是很妙的 華學本有一個小字在後面加著什麼呢 立時流淚地哭著雪 剛才在二十節告訴我 鬼見到耶穌的時候 就作出很強烈的攻擊 不斷地折磨這個兒子 這個攻擊到現在 都還未停止 到二十六節才停止 但是現在這個時候 爸爸在這麼簡單的傾談裡面 看到兒子在那裡 這個爸爸就開始流淚了 認驗了中下一個說話 什麼說話 不見棺材 不流淚 不見到最後 不流淚 無論如何 這個父親在這個時候 不能夠不投降在耶穌權裡 所以他說我信 他很坦誠地向耶穌說 承認自己的不足 承認自己的信心不足 即是說他承認自己原來的本相 我實在是一個懷疑的人 他現在要開始學習 怎樣去順復上帝的心意 最後他就說求主幫助 這個更加講明了 基督教裡面恩信清義的道理 不管你落了多少功夫 不管盡了你多少努力 其實我們沒有辦法解決所有的問題 不過 只要你完全交到給耶穌 耶穌就刺下祝福的信心 使得令我佩德從上帝而來的應許 所以跟著來 這個神跡很快就結束了 為什麼 第25次第一句就說 眾人跑上來 這個動作 令耶穌要迅速完結這個神跡的其中一個原因 為什麼 耶穌這麼快完成 首先我要理解到就是 當這樣說的話 當耶穌處理整個神跡的時候 他是跟群眾怎樣 真是距離了一段距離 是不是 所以現在看到了 他們見到什麼 因為我們已經記得 那個爸爸和那個門徒遠離開的群眾 本來這個爸爸怎麼樣 是否想不想投訴 就是 但是在傾談的過程慢慢就是 這個父親開始說什麼 我相信但我信不足 那你那個爸爸的身影是什麼 又一個很理直氣壯 第一個說什麼 卑鄭屈室 我信但我看不足 那些群眾永遠看見到 主席 因為耶穌知道這件事 群眾跑來找耶穌 是不是要找耶穌 肯定不是 不過想找些細節 好奇 究竟發生什麼事 不是真的找耶穌 而是要知道究竟裡面現在發生什麼事 他們想要了解多一點 所以 耶穌迅速醫治 很不想問群眾來到耶穌的根前 只是看到一些事情 而沒有深究到裡面真正的理由是什麼 以至他們在以後 再去全港的時候 在他所說的事上 在耶穌所做的事上面 去加嚴加操 但是耶穌的愛心 終於使得這個賤青人 被救活起來 好了 群眾離開了 爸爸很開心把兒子帶走了 好了 當他進到屋裡大家休息 門桌的時候 怎麼樣 認低威了 是不是 怎麼認低威 為什麼他趕不出來 開始請教耶穌趕鬼的竅門 看不到 當我們看話本的時候 話本也同樣有個小小的括號 告訴我們 這個討告後面有什麼 但有禁食兩個字 就是為耶穌整個句子就說 不用禁食討告 這類的鬼趕不出來 原來趕鬼 重要的原則就是禁食討告 這是一個內在很默奸的能力 不是一個咒語 不是一種符號 不是 為什麼我們能夠禁食祈禱 為什麼我們要禁食祈禱 因為我們要專注在一件事上面 這是一個原則 所以我們不要再把它研究 為什麼祈禱有這個能力 什麼叫禁食的祈禱 怎樣才祈禱的內容 不是 真正禁食祈禱 他們的內心裏面 是按著上帝的吩咐 用信復的心來實踐禁食祈禱 我們現在沒有時間 跟大家去講很詳細 關於禁食祈禱的內容 我希望有一天 或者我們有一個特別的課程 可以去專門講一講 這個禁食祈禱 但是從今天的經文裡面 我們看到一件事 耶穌講禁食祈禱是什麼 是一個吩咐來的 既然是吩咐 我們就求主幫助我們 用一個信復的心 去專門實踐 就是告訴他 當我們要去趕鬼 真是有鬼臨到我們身上的時候 第一的要做 不是用你的方法 不是找哪個人可以去處理這件事 就算真是要處理的人 處理的人也都不能夠 即刻就按本子辦事 並不是這樣 遇鬼的人 要禁食祈禱在上帝面前的認罪 要處理這些邪靈的工作 同樣也都要用禁食祈禱 先去做自結 然後我們才能夠對付屬靈的爭戰 所以我們在未來日子裡 多些時間去認識什麼禁食祈禱 多禁食祈禱 多禁食祈禱 以致我們能夠去克服 魔鬼人身上所做的事 多禁食祈禱